嗆嗆三人熊 这个你们作为读书人 我觉得也是应该拜拜这个偶像 现在中国大地上他有很多偶像 呕吐的像 真的有学生向他鞠躬啊 你说是不是呕吐 这个湖北来凤县有一个高级中学 这个高级中学啊出了人物 就是多少年哪 这个地方没有考上重点大学的 终于出了这么一位 考上清华大学 好像是计算机专业 于是呢 这个高级中学这个校长啊 感觉到这个 这个是这家伙是文取星下凡呢 还是什么呢 说这得立一个雕像 在学校 让这个世世代代我校的这个师生啊 膜拜他 膜拜他 就是大家 激励大家学习的这个 不是勇气 学习的这个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这个像 你看 我给你念念 他这个很长的木质名 不是木质名啊 对不起 不是木质名 他下面写的 就是他开创了来奉教育新篇章 书写了平民教育的神话 这名考生在去年高考中 以668分的成绩 成为恩师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理科状元 5月2号校方已开始拆除该雕像 好 为什么拆除 我跟你们讲 因为就是被骂了 网上被骂 然后呢 网上被骂之后呢 来奉献教育局就说了 说这个事 他没有跟我们汇报 对吧 我的问题是 那个学生本身什么反应 我很好奇 那个学生听说拆了呢 他说我感到如释中 我觉得很有压力 就是你知道被人过爱闷到 我要在凤凰卫视门口 给你立个像 你是觉得光彩呢 但是觉得有压力 还用得着火吗 每天晚上被骂骂 要是都这么塑像的话 我在想 哪一天清华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 大家又把像都搬回来 那清华员不变兵马用了 或者变悲灵了 是吧 悲灵了 杀一排 其实我觉得 这个莱凤这个中学啊 他呀 这个没有幽默感 现在很多中国人 都没有幽默感 比如说如果我是校长的话 既然已经立起来了 其实也不必拆 拆他干什么 对吧 就放在这里 然后把你那个木志明改一下 不是木志明 对你那个悲文 听上去效果一样 听上去好像挺顺是吧 把你那个碑文改一下 就是碑文也不太对 把你那个文改一下 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有幽默感 就是说 他是理科状元 本校呢 就塑了个雕像 然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个讨论 我把社会上集中典型的 骂我们的集中主要意见 都刻在碑上 然后世世代代给我们学校的师生们看他 然后思考 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感受 给我们带来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像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景点 都放在那儿 而且说实在的 真的 就是说 他这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周 多少年没出过这么一个 出一个 他就是留个这个像 也挺好玩 我觉得应该百花齐放 对吗 当然 不是 问题 真正的问题 是状元的问题 中国校友会 网什么课题组负责人 一个教授 公布了高考状元 职业状况调查报告 全国近400名高考状元 先有领军人物 你看有个记者核实了 1977年到1999年 24名高考状元 这个湖南的 9人 职业状况 去向不明 这9个人就 找不着人了 已经 在已经核实 工作去向的5个人当中 这个 核实工作去向的5名状元当中 没有一个人成为所从事工作领域的领军人物 这5名状元 为什么我要念一念呢 现在的职务分别为 湖南师范大学公管院教授一名 湖南萧香技师学院党委书记一名 亲子教育专家一名 凤凰卫视记者一名 凤凰卫视记者一名 谁啊 我可以给你看看 还挺漂亮的 说这就是咱们的这个上海站的这个 一个女记者 谁说不是领军人物 她是我们上海记者站的领军人物 对吗 然后你看 还有西南财营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的副教授 反正就是啊 没有另据记者了解 1988年的湖南文科状元 现在已经是全职太太 就是他们来这么一种 我不太了解 首先这是个双重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当然我们知道高考状元不一定就表示以后人生就一帆风顺 做事业做起来一定做得很好 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必然的一个联系关系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就正因为有个假设觉得高考状元都该出人头地到最后 所以才会去计较他是不是领军人物 但比如说什么叫领军人物 比如说一个人做了全职太太 那家里的领军人物 什么叫领军人物呢 这我们要要要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Leading scholar 就在这个学科里边 是这个走在前面 但他不一定啊 他现在都不是都是学生 大家的意思 大家的意思觉得你既然是高考状元 是不是预期你将来应该成当个院士至少啥 那不一定那我们中国至古以来考了多少状元 有科举以来我们有那么多状元 你仔细看历朝的这些官员啊 做到比如说像宰相或者汉林院大学社这些 其实不一定都是状元 就状元数目并不多 那么高考状元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太大意义 高考状元 其实高考唯一的意义就在于你要进那个大学的门槛 能不能进好大学或重点大学 进了去就根本你分数到多高多低都不一定太重要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迷思 就我们太相信状元 就古代的科举呢 他这个状元的确比如说他三甲 他真的整个排位做官等次不一样 但现代不同 现在基本上你只要能够进入那个学校之后 你最低分进去 最高分进去分别不是太大 重点是你进去了 而且进了你想进的专业跟科系 这就够了 因为一进大学之后 整个教育系统游戏规则不一样 他带给你的东西又不一样 你整个人又会变得不一样 是不是 除非呢是这样的 除非有一些国家他的那种高考啊 他们高中的时候念书念的东西就跟大学很接近 那种情况下你高考状元 可能就连大学都会念得很好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像法国他们以前考试 沙特是他那一年的法国高考状元 雷蒙爱红阿红啊 就他那个跟他老吵架的人 是那一年高考亚军这个第二名 这法国就常有这种情况 福科好像都是高考的榜眼还什么嘛 那是因为他们高中的时候就念哲学 念的东西跟大学差不多 那你进去之后念的差不多 你可能到最后表现就很好 但我们这边高中念的 到了大学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意义不太大 所以当年你知道这个哪儿 欧洲有一个这个艺术学院招生 就是说前三名是吧 第三名他们要从三个 其实那个第三名算是成绩很好的了 因为他们要从前三名里头 挑出一个来进这个美术学院 来这个培养 最后没有挑这个前三名 没有挑这个第三名 结果这个第三名呢 后来就成为了希特勒 所以后来那个第一名的那个人 后来就说他这个画家 对人类有愧 对 他说我心里觉得当年他们真的应该选 这个希特勒 因为最多世界上多了一个蹩脚的画家 对 但是少了一个 所以你 时光倒流的话 这个就是未来这个 这个有这种电影嘛 回过去消灭世界的一个祸害 对 所以高考状元这事儿 其实是个不可知论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如果每个人都心怀大爱 放下小小的一笔 给予小小的支持与关怀 分享小小的温暖与希望 凝聚两岸三地 每一份善心力量 让诚意收获尊重 幸福不再孤单 焚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限制启航 请登陆官方网站报名 为你的美丽人生 添一段追梦里程 其实你别看我挺阳光的 我也有这个非常黑暗的一面 我这种非常黑暗的一面 就是说 就是你知道吗 我认为就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好的 就是所以所谓的高考 其实我觉得争论那些都没用 要照我说 它反映了一个什么能力 它就反映了一个你的竞争力 也就反映了一个你的考试能力 换句话说 我就选 我换一种方法 大家把这个满汉全席的菜谱背下来 谁背的最好 谁就考上北京大学 那好 那这个人你面临这种黑暗的世界 你怎么办呢 可是你就得去 你要做强人 你要做强人 你就得经过这个考验 什么考试是公平的 什么都选拔人才的办法是有用的 可是你就你考大学 你比如说我平常在班里30多名 偶然运气好 考考高考的时候 我达到了我们班里的前10名 所以我上了一个重点大学 实际是不高的分数 上了武汉大学 那就是我 那就够了 运气好 竞争力好 那次我就过了 我要没过 今天我不定怎么样 对吗 那我过了之后 我从此人生确实是上了一个台阶 中国这就是这个现实 你没有办法 这国外也是这样的现实 国外也是这样 对 但是中国的特点是刚才文道说的 就中国呢是前面难 后面容易 就是幼儿园开始就难了 现在他们终于起跑 竞争在那里 所以开始就很难很难 竞争竞争竞争 但是进到大学了 尤其到了研究生了 他学的东西 他难也又难 他入党难 他这个人事关系难 但是他学问上 基本上进去以后 就像你说 你到了名校了 你都一进清华就有雕像了 对不对 所以就相对比 那美国的学校是前面容易 后来越来越难 就有点像我们古代的科举 他们你进去容易 你出来 你要出来就非常难 所以这个呢 反映了我们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应该是出来再塑雕像 对 因为他蛮讲的 你得了什么诺贝尔奖了 你再塑雕像 你考进清华 说不定考进去以后 也是吃喝完了 搞女同学 对对对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证据 或者被女同学搞 还有一条就是说 考试好是平均 你看你除了数理化 什么外语 还考政治呢 还得什么三个代表啊 什么全备的好 那真的后来领军人物呢 是专一 领军人物不会那么全面的 他一定在一个学科里面 他其他事情不管了 对不对 他只管一样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区别 所以看来就说是这个状元 不值得为他这个立偶像 但是中国人民呢 又总是需要这个偶像 需要到处树雕像 所以呢 我给你收集了一下 近日关于雕像的一些新闻 你可以这个看看 你知道这个哪吗 这是河南 有一个古老文明 掩饰 一个游乐场 游乐园呢 当然我必须说 因为社会上的非议啊 人家这个游乐园 现在已经道歉了 说我们不该拿自己企业的创始人 去的为 这是企业的创始人啊 这是他企业的创始人的雕像 他们这个游乐园要弄一个雕像 招来游客 那么大家说这是大度弥勒佛 但是他们现在出来道歉 说那个不是大度弥勒佛 我们是按照我们企业创始人的 这个样子去雕的 给由此给社会公共文化造成了伤害 我们表示这个歉意 但是 就算一个头是他们老板 大家说 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连他们老板肚子下半身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大家就说了 说那你们老板平常没事坦这个肚子呢 这是你们老板的常态吗 这有点不太对 然后呢 你再看 这是我在武汉一个餐厅门口拍的 就说啊 最近马卫都也有一篇文章 就是中国心力的这些个佛像啊 没有佛像的庄严 倒是经常有一种啊 村党支部书记的豪迈 这不过得高吗 不是他有一种豪迈 你注意都没有 他有一种现在就是就是这种爆发户的豪迈还是什么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教风啊 不正 这个我们国家也很操心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和尚们 哎呦我的天呐 你知道我上次听到这么一个有关人士 不是知情人士跟我讲 他甚至都讲啊 说你到底把僧人当成一般人 还是当成不凡的人 嗯 如果你把他当成一般人 他说 你说实在话 你像人家日本佛教 倒是来的敞亮 对吧 他说我们去那里去拜访 参观完了之后 到了晚上吃晚饭 人家这个日本这个主持把柜子一拉 里边绍兴黄酒 对 他们能喝酒 只有去老婆收开 有老婆 人倒不如你就现实主义的 对吗 就承认 他说你要你要是把他当成一个一般人 那么你认为一个主持 凭什么就比你高啊 他比你见的女人更少 那是吗 他就看见女人 他他说那个释迦牟尼 那都是拥有都拥有过了 他才容易放弃 他说你像一般的一个和尚 你想他就是个人嘛 跟你一样 你他他老见不着女人 他见女人可不眼直了吗 他比你还容易犯这个错误 所以他说 他要如果修好不静观的话 就不会犯这个错误 我觉得反而问题 他有几个修得好呢 但问题不是这么讲 那么整个世界上 严守清规的出家人太多太多了 对不对 他们碰到女弟子的机会也太多太多 不会出我们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 我们平常讲佛教啊 讲三宝嘛 对不对 唯一三宝 三宝 其中一宝就是生宝嘛 生贴嘛 这个生家呢 真家 真贴这个宝呢 是什么意思 桑卡这个字啊 他原来指的意思就是说 他并不是说 我们眼前有出家人 那这个出家我要当他宝 而是要在这个出家人身上 看到一个东西 看到什么呢 看到从当年佛陀 亲手创立僧团之后就开始 是五个弟子在场建政的情况下 替一个新出家人受比丘界 那么也就是说 从今天任何一个出家人身上 我们都能够看到当年阿难尊者 舍利佛尊者 穆建联尊者 家业尊者 他们在场建政的那个僧团传统 代代相成2500年 而且这个僧传的意思不只是跨时性 还是跨空间的 就从韩国到西藏到印度 这遍布全球的 曾经共有的一个传统 贯穿2500年的时间 贯穿五大洲的空间 要在一个人身上 你要看到这个 那所以任何一个出家人 他为什么要讲威仪 讲庄严 他知道他今天出来 不是我被不被人尊敬 而是我不能 我对我往上 五个五个上 那个祖宗怎么办 你讲的是很好的 要对这个负责任 其实刚才我并不怪那个企业家 或者那个游乐场 我们该想的是 是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会出现一个游乐场 拿他们国家一个主要的宗教 一个雕像来 来当一个游乐场的一个 一个好玩的东西 或者他们真觉得 他们老板是佛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咱们国家是个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 包括很多做和尚的 在大陆做和尚的 我认为都是现实主义者 当我对他有崇敬之心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点什么神的 你知道当我真正了解了他之后 我就觉得真的跟我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人 而且甚至我对他老实讲 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责怪 他就是一个生活环境 对吗 然后你知道普通人里讲政治 庙里面难道不讲政治吗 这一样的 咱们单位里一个公司里 勾心斗角 庙里面没有吗 一样有住持 你是管哪一块的 谁是管钱的 谁是管饭的 谁是管信众的等等 你知道吗 这个里面包括立山头 你知道造神是人的一种本能 现在中国有的个别和尚 我认为就在造神 大家比着造 我这是一堆信众 你那一堆信众 它这个本质上是一种立山头 然后你一造起来 你自己就感觉 这么多人冲你 你看就有神就有拜神的 你还真有意思 人总是会结成这样的一个群体 甚至你知道不要说是佛教了 甚至新型的 你知道有时候都被公安局抓了的 那个邪教 那个直销 那种过去讲老鼠会 甚至就是培养那种人格的 你知道吗 那个到最后 那个老师弄的都跟神似的 那让同学们 你们解放天性 你们解放天性 你们这个全教士的人互相说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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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搞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到处都有这个东西 我现在甚至就觉得 如果你不提高全民的教育文化水平 你这个人不好好学习 不好好读书 是不是你就会有一种 很盲目的 想要个支柱 想要一个人呢 靠着他 我跟你说 有的电影明星 那都叫可笑了 你说他也不算说是没文化的 我们在一块 皈依了一个上师吧 可能是什么 我们要抽烟啊 我想抽烟 师傅 我现在想抽烟啊 但是我都戒了 你说我能不能抽烟呢 师傅说 今天抽一根吧 这就抽一根 这是他们的上师 我说你这个上师啊 那就是你的心理医生 那就是你的心理医生 不过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现象 跟刚才我们看的一些像 我觉得马卫都说的很准 他其实真的还 他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风貌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南北朝的佛像 看北齐佛像 北魏佛像都不一样 唐朝佛像 汉朝佛像也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常常会说 那个佛像反映出来的 当然包含某些时代的一些的信众 对于佛的理解 但是更多的时候 是反映那个时代 整个审美 文化 口味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 北齐的佛像 为什么那么潇洒 那个线条如此的流畅 我们说那是那个时代的潇洒 今天看到的中国到处新修的这些 就餐厅也好 游乐场也好 修的都是弥勒佛 肚子很大 很豪迈的笑着 藏着衣服 他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是个什么时代 我真的觉得很多人就在说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 法律问题 这个问题 我跟你说 我觉得有个美学问题 你今天的这个我国的这个美学啊 至少是公共建筑的这个美学啊 才是真正败坏了 就是说你这个怪不得蔡元培 这个时候看出讲的深刻 就是说美誉代宗教 你看他没说不要宗教 他说美誉代宗教 你像那个 我开始讲那个状元吧 如果真要输个雕像的话 你可以 那就弄一个学生的样子 加把雨伞 弄个纯朴的样子 就是学生或者是等待考试的样子 就我变成一个烈士的样子 现在这个你想这个半生像 使我们想起什么人吗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脑子坏了